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今天拜访板桥区和家古制蜜糖,体验制作错冰,并品尝成品,大赞店家用料实在。 他说,小时候曾向糖厂批发支载冰饭售,一直以毛钱,很好赚。 今天是中秋节,侯友宜拜访嘉义同乡开在板桥的冰店,和家古制蜜糖冰甜品铺老板和升红为嘉义人,他支持侯友宜,并挂上侯友宜布条成为侯友宜小站。 侯友宜在老板带领下,现场制作一碗红豆芋圆汤,在摄影机前大淡甜品,他大口喝下甜汤,称赞红豆甘甜入味,芋圆Q但有嚼劲,吃得出浓厚的芋头香气,糖水味道不死甜。 侯友宜提到,中秋节人团圆,芋圆,粉圆也有象征圆满,团圆的概念。 很多中南部北上打盘的初来人,为了生活无法回家过节,但要记得打电话给长辈,祝福家人平安健康。 随后侯友宜体验制作错冰,添加自己喜欢吃的配料,变成满满一大碗冰品。 一旁媒体开玩笑说,你这样老板会亏钱。 他回答说,做生意还怕别人吃吗? 现场笑成一团侯友宜回忆其以前小时候曾向糖厂批发只载兵贩售,当时一只只有一毛钱,很好赚。 但他是有空才去卖,不是为了赚钱为吃佳季。 没问题。 保险帮助典位于中国方向我们的中心不安全或是用在的费用后方向我们的卖。 我们去压争地方几百分岁,所以我们 DON'T说一顶开子。 大家不能在那里数捕外,我们去试图给了床面。